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我要請幾位喔 行政院何副秘書長 然後法務部調查局理副局長 內政部警政署陳副署長 還有交通部黃執行秘書 還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檢任記證 不好意思請這麼多位上來 省得等一下11點名 請 我先跟各位請教啊 除了看到這個有行政院的這個書面報告之外 那麼其他的各個相關機關 請問你們對於黃昭順委員跟馬文鈞委員 這兩位委員的這個 反恐行動法草案的版本 你們有什麼意見 有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問題 哪一位要說 報告委員 交通部這邊針對 所以第七條跟第十七條 主要是因為在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二號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成立之後 這個就是我要問的 這個月我已經移播到 那為什麼在行政院送來的報告裡面 沒有提到這一點 我要請問喔 各位手上有沒有這個對照的版本 請各位看第七條 第七條的第三項 第一項 電信事業依法 因依法務部調查局所提 網際網路跨境連線通信記錄之需求 我要跟調查局跟警政署請教 這個業務除了調查局之外 警政署能不能提供 能不能提供 蛤 可以不可以啦 陳副署長 我在說的時候你有認真在聽不 可以提供 那為什麼 這兩位委員 不約而同的 只把對象鎖定在調查局 為什麼 然後呢 看第三項最後 必要時由交通部電信總局協助之 那我要請問交通部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現在交通部還有電信總局嗎 有沒有 二位沒有了 2006年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之後 交通部電信總局就消失了 對不對 是 財測併入 所以 問題在這裡 這兩位委員 一位是今年二月 一位是今年四月提了這個版本 其中馬文鈞委員在上一屆就提了 同樣的版本 那那個時候 2006年之後 就沒有 交通部電信總局啦 那你覺得這兩位委員是哪一位跟他託夢 把一個已經不存在的機關 放到這個條文裡面 來我要跟行政院請教 你們送來的書面資料 你們到底有沒有認真的去看過 委員的版本有沒有 有 而且 你們的書面報告沒有提到這一點啊 是 那個委員把一個不存在的機關 堂而皇之的放在條文裡面 你們是不好意思批評 還是你們覺得 那個法根本就不需要訂 所以這個細節也不用提了 為什麼 我們是希望從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平和 你們不好意思讓委員洩氣 你們不好意思讓委員丟臉 結果我坦白講 立法院就丟臉 所以為什麼我要提這個臨時提案 就是希望法治局可以幫忙把關 就是我們委員會送到我們委員會的版本 請法治局能夠把它搞清楚 幫我們搞清楚 不要版本拿上來之後才發現 蛤 2006年10年前就已經不見的機關 到了我們委員今年提案還把它放進去 那你知道從哪邊來了你知道嗎 最早是 他根據92年版 還有92年版也有部分 我們看一下這個對照表 字很小啊各位看不到 第一個是我們黃昭順委員的提案 在今年就提了 結果馬文君委員跟在後面提 為什麼馬文君委員一定覺得很委屈 因為他上一屆第八屆就提了 結果這一屆把黃昭順委員搶到他前面提案 他趕快就提了 但是這兩位委員的提案 通通都抄民進黨政府的 通通都抄民進黨的行政院 而且不但抄 而且還是抄前面的 2003年的11月 游錫坤的行政院 把反恐行動法草案送進第五屆立法院 那個時候我是第五屆的立法委員 在那個時候啊沒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那個時候的版本就是交通部電信總局 然後2007年蘇貞昌的行政院 又把反恐怖行動法又送一次到立法院來 那時候是第六屆 林維州委員是第六屆的委員 那個時候因為2006年電信總局已經沒有了 所以就把條文第七條第三項 那個要必要時啊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助 這已經改了喔 2007年行政院版本已經改了 把電信總局改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那我們這兩位國民黨的這個委員 因為懷舊還是因為什麼原因我們不知道 他居然把新的版本不抄他去抄舊的版本 去抄了一個13年前的版本 我坦白說啊 大家都口口聲聲說這個反恐行動很重要 這個提案委員在這邊說明的時候 也說喔這個重要的不得了 所以你們這些首長通通要來 你們來了有什麼用啊 你們來了也不敢講啊 我今天如果沒有辦法請交通部上來的話 交通部憋了一肚子話 坐在底下要真的審到第七條 才能讓我們立法院這樣大丟臉嗎 你們是不懷好意啊 你為什麼不及早提醒 我要跟各位說明 我坦白講啊過去啊 包括在林維州委員的第六屆 在我的第五屆 那時候一個立委要提一個法案 那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個要反覆討論 找學者商量 然後七弄八弄 露出一部法案之後 還要那時候 還要跟大家來看一看 有沒有什麼進行 還要經過黨團 黨團還要去把 如果有同樣的還要併案 還要黨團替你過濾 現在通通不必啦 現在連以前都還要拿剪刀拿貼紙 現在也不用啦 案件按一按就貼過來啦 名字改一改就變成我的提案 都很輕鬆啊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立法品質呢 我們怎麼去顧我們的立法品質 這樣的案子提出來 就是丟臉 這樣的案子提出來 立法院就是沒有面子 所以我剛才講的 這個法治局的這個張局長還在嗎 局長還在嗎 局長已經理解 請郭主長請你去跟局長報告 為什麼需要你們把關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這沒有什麼道理好講 很抱歉 立法院現在生態就是如此 不得不請法治局來把關 我坦白說我這樣子講 也得罪同事啊 但是我在立法院也不曉得 還有多久的時間啊 所以要得罪也沒有幾次的機會啊 把握機會就來得罪 但是大家也要面對這個問題啊 大家也要面對這個問題啊 至少說你要抄你要註明出處嘛 說以上版本感謝 過去民進黨的行政院提供 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有哪幾個條文 是引用他民進黨的版本 都沒有啊 就照抄過來 抄到舊的還不知道 其實反恐行動法 從第五屆已降啊 除了第七屆沒有提之外 每一屆都有人提 但是真正的原創的 有原創性除了行政院的版本之外 其實就只有一個林卓水 跟賴清德跟蕭美琴提案的 那個行政院版本只有20條 他們提案的版本有41條 另外還有一個版本是蔡振元 蔡振元提案把它縮減只是要11條 那就不會做到 但是至少他有花時間去把它刪掉 刪成11條 那否則像這個兩個版本 提了有的提了兩屆 上一屆也沒有人跟他講說 欸委員你提錯了 那個機關已經不在都也沒有人檢查 他自己也沒有檢查 就這一屆又重量的又版本又送上來 我知道這些問題要你們回答 是不公平 但是行政院我也要提醒你們 你們在處理委員的法條 要你們提報告提供意見的時候 你們也要據實已告 這些條文包括第七條 我舉一個第七條的例子 那個指列出調查局也是舊的版本 到了2007年版本把警政署放進去了 對不對 這個其實你們要幫忙做比對 你們要提供意見 你不要只是跟我說 現在這個時間 這個時機已經不適合 不需要再定了 有什麼法條上的問題 第幾條有問題 你們都應該 站在你們機關 你們自己的權責 因為這個如果定出來 是你們要去執行的 你們都應該要據實已告 這個才叫報告 否則的話要請你上來 跟你跟你說辛苦嗎 當然不可能啊 好不好 來各位請回 好啦這個主席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的這個質詢啊 對本會的這個 本院的這個同仁 比較不禮貌一點 但是這是我 長久以來的感受 我們也希望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能夠善用法治局的資源 我們能夠嚴格把關 謝謝各位 謝謝 是 接下來我們要先處理臨時提案 請 宣讀 提案A 為確保立法品質 並理清立法歷程 原要求本會排定審議 本院委員所提法律案前 本院法治局 應先過濾條文制 用於合一性 進核問題等 並檢覆先前歷年類似提案 並檢覆先前歷年類似提案 還以提案為審議 以審議為通過者 法治局 法治局應於提案報告前 已書面提報本會 特此提案是否有當 寂謹公爵 提案人 法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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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先過濾條文的用語 跟進核問題等 那因為依照 目前我們各委員會 組織法的規定 各委員會的議程 是由召集委員 來負責排定 那排定之後呢 在委員會的進行過程當中 如果委員會的會眾 認為召委的議程排定 有因先審查或未及列入 或是順序再後 因調前面的話 會眾可以要求變更議程 所以議程的確定權呢 是在召委 但是變更議程可以由召委 或者是會眾來提起 那這個臨時提案是 要求這個 召委在排定議程之前呢 法治局就要先提供 相關的委員提案的文字 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局裡面是想說 召委如果在排定 相關議程的時候 召委本身呢 在排定議程 因為那個議程還沒有正式 寄開飛通知單出去 這個時候其實召委就可以先跟 法治局來諮詢說 我排這些議程的條文 用字用語 要不要先告訴我 因為事實上這是之前跟之後 因為每一次的委員會 我們法治局都會列席 在審查相關委員提案的時候 如果有用語要一致的時候 每個委員都可以 請法治局表示意見 在那個時間點呢 在審查過程就可以了 他現在是把時程再往前拉到 召集委員在決定排定的時候呢 召委就要有一個義務 去問這個法治局說 文字上會不會有問題 然後法律上會不會有淨核問題 然後更進一步的是說 最好能夠提供相關的書面 那這裡面的書面是 包含要求要針對過去歷屆 以提案為審議的 或是以審議為通過的 那據我們所知 有關於相關議案的審查過程 每個委員會都會有 代審議案的一個整理 委員會的幕僚 那每一屆都有 那國會圖書館也會有 那這個如果說要用書面的話 我們當然都會去找 國會圖書館或找委員會的幕僚來提供 那只是說 將來這樣的運作的話 可能每個召委就要注意到說 當我召委決定要排 某個委員的提案的時候 我應該先去問法治局說 這樣的委員提案 文字上用語會不會不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話 我召委再來決定排或不排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法治局已經有派員列席了 那如果說在前階段 就控制住說召委在排案的時候 就一定要先諮詢 這樣對於召委的一個排案權 會不會是有一種 特別請叮嚀召委在排案的時候 這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部分是屬於 整個召委排案權 跟會眾的變更議程權 之間的衡量的問題 那我們局裡面呢 是建議說 看是不是要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局連事實上 本身就在這裡 好 請段委員 我說明一下 這可能是我這個文字上面用的不恰當 讓局長誤解 第二行的所提法律案前 這個改成10 本會排定審議本院委員所提法律案10 就不會有你講的那個問題 對啦 那所以它變成 流程變成這樣 譬如說召委啊 在前一週 排定了本週要審議的法律案 而且我們把限定 有本院委員 也就是說 行政院所送的這個版本 我們就不勞煩這個法治局了 那麼本院委員送過來的時候呢 那麼請法治局自動啊 去檢視一下 這個裡面的用語 我等一下在質詢的時候 我會說明為什麼提這個案子 然後呢 也要讓 為什麼要你提書面 我們當然知道國會圖書館都有啊 我們去找就會找到啦 但是為什麼要有這個 我們不敢啊 司法法治委員會沒有辦法規定到 其他的幾個委員會啦 但我覺得至少要再 交到司法法治委員會的 法律案啊 也要請提案委員要注意啊 如果你是抄前面的版本啊 到司法法院委員會的時候 它就會被呈現出來 所以前面已經有誰提過了 那你要考慮一下 說你要不要這樣抄啦 我的作用就是這樣 這樣可以不可以 啊 局長 我這樣講很清楚吧 對 這個就是說 本來是在國會圖書館就可以查出來 所以我們將來呢 在相關資料的部分 也會採截國會圖書館的資料 又是說 我們在審議當天 除了來自部會的報告之外 手上還有一份法治局的報告啦 就是說在這之前啊 當然內容不一定會呈現 但是也會讓大家知道 在這之前啊 曾經有誰有提過同樣的案子 也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這個案子內容是不是一樣 好 這樣清楚了 就是在 單位報告之前 我們法治局啊 會有一個報告出來 給我們的委員作為參考 如果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們就針對這個案子修正通過 協定了 並不所謂提個案子修正通過 他們還推薦 這些 watching 修正通過 繼續尋找